大家好 我是桑杰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 2020年人气零食开箱 如果你对美食试试的影片有兴趣的话 记得一下订阅 持续关注更多 等你来吃的美食哦 今天呢我精选了10样 网红等级的零食 那我将会以我自己心目中的标准 为这些选丑们订定5个等级 难吃 还好 不错 推荐 超 表面 第一位选手 乌龟饼干 这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这个是韩国的饼干 那今年在台湾非常的流行 那今天我们要吃的乌龟饼干呢 是原味 原味呢就是玉米浓腔的口味 那它的质地就有点像玉叔叔那种皮 外观呢是做比较沉湿的 这个手法 它非常的酥脆 嗯 它吃起来有点空气感 所以它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就遗忘说 哦 你现在正在吃一个极高热量的东西 因为它一下就在你嘴里消失了 它的调味啊 其实就是跟我们过年常常看到那种 玉米棒 它的味道是一样 只是它呈现的手法 比较没有那么 蹦 那么重 就直接给你一大杯粉 摘到你嘴巴里面 哦我就是玉米浓汤 没有这个是 感觉你嘴巴里的空气都是玉米浓汤的气息 真的很赞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要做这种造型 因为它在你嘴里炸开的时候 它里面有空气 所以那空气就会把那些玉米脆片跟着 在你嘴里这样炸开 乌龟饼干 名符其实 超屌 吹包我已经录了10分钟了 我还填不下来 第二位选手 艾薇铁盒 那艾薇铁盒呢 是台中很有名卖曲奇饼干的店 听说他们的奶油都是使用发酵奶油制作的 它的包装非常台式 属于布居小姐的这种 我这次买的总共有三个口味 果茶 原味跟巧克力 OMG 这个真的太酥了 我的桌子都是屑屑 来 大家有看到吗 先吃看看原味 喔 这个要很小心 首先呢 它的原味一吃下去 你会有一点微微的气死感 那我觉得这个要配茶或是配水吃 单吃一个你OK 可是如果你连续吃好多个的话 你真的会干死 在你越嚼越久的同时 它的脆脆就是跟你的口水混合在一起 直接在你嘴巴夹一碗 很粘稠 我觉得它的曲奇饼干算是 份量偏重一点的口感 那如果你没有吃过古娃娃粗的曲奇饼干的话 它的饼干吃起来质地是比较轻盈的 会不自觉一次吃好多个 那我们来吃抹茶的口味 我相信喜欢吃抹茶都分得出来什么是真的抹茶 然后有些抹茶是有绿茶干的 那它就有点偏要厚着 一开始你吃会觉得有一点绿茶感喔 可是好像也没有那么重 可是当你吃到越后面 它整个绿茶味整个爆掉 我觉得如果你是超喜欢吃重抹茶的人 你可能会失望 再来吃我最期待的可可 因为它好香喔 那它的巧克力口味啊 是属于甜跟苦蘸各半的那种巧克力 你第一口吃下去会觉得蛮甜的 可是吃到后面那个苦味 就会补足到那个甜上面 我觉得它算平衡的蛮好的 这款呢平良心讲我是觉得还好 第三样 大蒜面包饼干 这个也是韩国饼干 那它在Costco也有卖 就是它里面的样子 OMG 我一打开来 整个大蒜面包的味道扑鼻了 而且酸味超重 那它就这样子 它其实跟我想象中是差不多的 只是呢 它是偏甜的大蒜面包 你在吃的时候啊 它的蒜味其实没有那么重 一到十分去评它的蒜的味道的话 可能只有两分而已 我觉得我嘴巴也都不错啊 没有那种吃大蒜面包的爽感 它咬起来是有脆感的喔 不会说你一咬它就整个碎掉 它是有硬度的那种脆 大蒜面包饼干 还好 第四位选手 台湾味咸酥饼干 那这个呢 我超级好奇的耶 因为大蒜面包做成饼干 就算了 你想象的出来嘛 可是咸酥饼干 你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它变成饼干呢 它其实一打开 并没有什么很浓的咸酥饼的味道 就是那种蔬菜饼干的味道 因为我目测看它这样 里面是满多蔬菜的 马铃薯薯条 抱歉 因为我戴牙套 这有点硬 它的调味 它眼巴蛮重的 它胡椒也不是属于有辣度的胡椒 并没有把它胡椒本分做到很好 不香也不辣 如果你没有吃过卡迪娜95ducy薯条 你真的会觉得这个跟打鞭一样 再来 地瓜片 它的调味我不ok 会让你觉得 好多辣喔 刺鲜 它的地瓜 马铃薯类的料 都是做的有点偏硬的口感 花椰菜 它的花椰菜就比较好吃 绿色蔬菜的鲜味 这个就是所谓的咸酥鸡吗 我来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鸡皮喔 长得有点像咸酥鸡的鸡皮 它很油 然后重点是 你吃外面就算了 你吃到里面中心的地方啊 它直接一个油耗味直接 它的油耗味不是那种 你可以当做没有发生的 存在感太强了 整个已经没有那种鸡皮的感觉了 我觉得我就是在吃一个 油耗味的快撞屋 OK 你们应该也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吧 答案就是 难吃 下一样 我们来个对照组 鲜山薯 鲜山薯呢 也是在Costco非常常见的一个零食 它这一打开就是浓浓的地瓜味 红肉的地瓜 这个没有过多的调味 它呈现的就是地瓜本质的甜味 你咬到最后真的会变成地瓜泥 它的口感虽然不是到非常酥脆的那种地瓜脆片 它也是偏硬脆类的 可是跟刚刚那个硬脆真的是差太多了 黄肉地瓜 吃到黄肉地瓜我才发现说 诶 它其实有调味一点点的盐巴 因为刚刚那个红肉地瓜 它是属于比较偏甜一点的地瓜 所以你就会误以为 哦 它好像完全没有调味 那它的咸不是那种像洋芋片裹满盐巴的那种咸 是那种稍微在你嘴里点缀一下点缀一下 让你觉得单纯中也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紫地瓜 那紫地瓜 我先说它原本还是地瓜模样的时候 这三味 紫地瓜它水分是最少的 所以它的地瓜脆片就是相对其他两种来说 是比较偏硬一点点的 那鲜山薯呢 我个人啊 会给它还好 那如果你是想要减肥的人 这个我非常推荐给你们吃 因为它没有过多的调味 就是呈现食物完整的样貌给你们 那我没办法 我就是没救了 我就是零食人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胃口 这可能我等一下就拿给我妈吃吧 第六位 五松店的肉松饼 这样一盒里面有十个 那我们就来吃看看它到底是何方省身吧 你的叫声也太惨了吧 那它的外观呢 就是用蛋黄去涂上表面好的 它的皮看似像是月饼皮或是蛋黄酥的那种皮是没有错 它是软的 它不会酥 里面满满的都是肉松 是很像婴儿肉松的那种很细 快要像粉一样 而且它的肉松是蛮甜的 它就有点像月饼啊或是蛋黄酥里面 其他料都没有 通通只有肉松 然后皮又不酥 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以肉松饼为主打的话 那你的肉松应该是会有特别之处 对吧 它在肉松里面不是算好吃的那种 皮也不是好吃的那种 那我之前不知道你存在的意在哪里 这款还好 第七位选手 风潮薄饼 风潮薄饼呢是来自彰化的伴手礼店 那我有事先查过 风潮薄饼并不是真的有蜂蜜的口味在里面的 它这一打开闻起来就是那种煎饼的味道 它非常的薄 然后它风潮的地方呢 就是看似一格一格的嘛 那首先呢它是没有任何夹心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超级无比薄的煎饼 它们店里的饼干就是因为有风潮的压纹 所以就叫风潮饼干 并没有所谓的风潮的口感 它的煎饼啊不是那种很干的煎饼 你摸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油亮度 跟起来外面卖那种偏厚的煎饼 口味上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比较偏甜 一点点但是它也没有受到爆煎 风潮煎饼 还好 第八样 金鸭鲜蛋鱼皮 我有点害怕 不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就让我想到刚刚的咸酥鸡鸡皮 它其实蛮辣的 那它的辣度呢就有点像你的舌头被人家摔巴掌 有点热热的烫烫的 这些黄黄的啊 全部都是咸蛋黄 所以它的咸蛋味是蛮重的 我觉得我刚刚是被咸酥鸡吓到了 现在对油耗味有点很敏感 它这个油耗味正常发挥 没有咸酥鸡那么可怕 但是因为它的鱼皮主要是切太厚了 虽然说鱼皮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皮的厚度嘛 但是它这样炸起来又这样裹鲜蛋黄 鲜蛋黄又非常稀油 所以一整个都很油 然后如果你又是对那种鱼的味道有点敏感的话 它其实有一点点的腥味 那这一款鲜蛋呢 难吃 第九位选手 来自泰国的环魂梅 它的酸味呢是你一闻 你就会立马分泌唾液的那种酸 目测看起来是没有紫的 有 它挺酸的 它叫环魂梅是有它的理由的 我刚刚被那个油耗味吓跑的魂魄 现在又回来了 太酸了 整个清醒 可是它吃起来是很爽 像我们台湾的梅干啊 吃起来干干的 然后没有什么分量 感觉你吃的那个梅子就是为了兔子的 那这个环魂梅呢是甜跟酸 远高于它的咸度 它的果肉感是非常充足的 会让你绝糖来吃软糖 黄魂梅 不错 最后一位选手 也是鸭轴 也是我自己最期待的一样 它是在Costco就可以买到的喔 但是这个不是它原本的size 它原本的size 可能这样 这么大 像这种小size啊 我是跑去加勒服买的 这个呢是海盐口味 这个呢是咸甜口味 真的超多人说爆好吃 那我们就先来吃原味 大概半个手掌的大小 它其实不是这种口味喔 它是海盐点缀而已 吃起来就是电影院咸的爆米花 但是没有这么咸 它的口感就是有那种爆米花的海绵感 不滋不滋的爆米花感 这个口味没有我想象中好吃 现在要吃的是咸甜口味 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它的调味很酷耶 你一含进去有那种糖霜感 接下来慢慢带上的是咸 它可以算是甜大于咸的爆米花 这我其实蛮喜欢看电影吃的啦 可是如果你要我说我会特地买Costco 那种一大包回来客的话 我会担心我吃不完 这一包还好 这一包不错 OK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最名符 其实有网红出场 乌龟饼你看 你就是名符其实它会红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包也是唯一我会想要自己 偷偷藏起来自己吃掉的那种零食 就是死都不给别人吃那种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我试吃什么食物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唷 我一定会纳入参考的 或者是你想要看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 无论任何主题 通通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唷 那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订阅我喔 按下铃铛 再可以的话 记得帮你按赞喔 也是这样感谢你 好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掰 3 4 3 4 5 5 5 6 5